美麗的編織圖紋搭配小包包 形成圓民風格的零錢袋 一旁還有傳統技法編成的藤編杯龍 讓咖啡館瞬間成為風格強烈的一品店 這裡是介菜總會 花蓮協議所2024 原生藤枝連展 而現場展示的是學員們的成品 除了傳統藤編以及支部的賠力之外 還有專業手沖咖啡的課程 培訓首里媽媽們走出家庭 體驗不同的人生旅程 我每天的生活是非常充實的 也讓自己自 也讓自己人生更有價值 粉絲的傳統工藝 技職培力計畫共有三個梯次 期待學員在未來 可以傳承記憶的同時 也能夠發想文創商品 創造額外收入 目前已經完成三十人次的培力課程 來的這個開創 不論是在它是藝術品也好 它是一個生活用品也好 它將會讓人非常非常驚豔與期待 督導林威廉提到 傳統工藝的學習過程不太容易 但學員的自我要求也非常的高 因此每一件成品都有很高的品質 本次連展即日起到2月23號為止 歡迎民眾來品味 索林媽媽的手沖咖啡的同時 也可以前來欣賞選購 與這新聞家到Beats花蓮星辰採訪報導